天气方面冷气团发威 从今天元宵节到明天礼拜天 比台湾都是冷冷的 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到底各县市灯节灯会 会不会越晚越冷呢 我们请主播秦丽如告诉大家 好 没错 上荣的确会越晚越冷 我们要先祝大家元宵家姐愉快 如果你从现在吃完晚餐 待会计划要去各地的灯会走走逛逛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中南部的民众 白天你会觉得还蛮暖蛮热的 但是大概在傍晚过后 开始变得凉而且偏冷 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外头最新的 即时温度状况 其实以北台湾来说 你不会觉得一整天的温度幅度 有太大落差 因为北台湾一整天 在今天都是偏冷 所以包括在台北现在剩16度 基隆大概剩15度 桃园新屋尤其是比较靠沿海地区 现在已经下探剩14度 那么另外在中部地区 台中的话跟白天大概 也有5度以上的温度落差 现在下探到了21度 而在南台湾包括在台南高雄 也开始变得比较凉一些些 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4 25度 而在东半部宜兰跟花莲 现在也是20度不到 外岛地区特别要提醒在马祖 现在只剩9度 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 记得保暖 不过好消息是在今天 如果你待会要出门的话 雨具大概是不用带 因为水汽是偏少的 以今天天气状况来说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沿海 有一些些的局部雨势 各地一路到了深夜 其实都还是以多云道行 稳定的天气状况为主 不过提醒完温度跟降雨方面 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北海岸的部分还是要盛防长浪 所以比较接近海边活动 一定要注意安全上容 对先前专家就预告说 会一路冷到3月初 对于下一波冷气团 到底什么时候会报道呢 天气到时候会变得干冷 还是湿冷呢 再请例如说明 好 没错 上容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个冬天的衣服跟棉被 千万不要急着收 因为刚上容有问到 下一波冷气团 什么时候报道 非常快 就是在明天的下半天 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个温度曲线图 你会发现从明天开始 整个温度曲线 又是一直的往下探 原因就是明天 又有另一波的冷气团 要来报道 而且这一波的话 不排除会达到 强烈大陆冷气团 换句话来说 就是会比今天影响 我们的这一波还要来得冷 目前看起来 最冷时间点 落在下周一跟下周二的清晨 各地低温大概是11到17度 但是如果你是在 比较沿海空旷处地区的话 要注意温度可能会下探到 局部9度低温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两天 有可能会发布低温特报 那回温的时间 会落在星期三跟星期四 大概到时候明显回温 各地白天的高温 可以来到20甚至25度以上 但是这回温时间也非常的短暂 大概只有周三周四两天 因为很快的在下周五的时候 又有一波冷气团要接力报道 所以未来的天气变化幅度 是非常的多 请大家注意保暖 刚向荣问到了 到底是湿冷还干冷 其实要看区域 如果是北部东半部 你会很明显发现 未来一周 我都建议大家 期待雨具出门 但是中南部地区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多云道型 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一周 两波冷气团接力报道 当中会有两天短暂回温 未来的话 北部东半部湿冷 中南部是比较干冷的天气状况 时间在交款上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